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狗东南海 这里也谈应老乡的电视机 我们插电之后 这里有红灯 我按一下开关试一下 爱开关好像没什么反应 好像有反应了 但是里面传出了一点杂音 但是电视机屏幕上没有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背光也没亮了 这个肯定是开不了机了 太多灰了 在那边还找毛了 找毛了 这也是个一体版 稍微清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电压 这熟出的电压一直在跳变 关机 电压跳变 不知道是负载短路还是什么问题 我测一下这些二级管 有没有鸡穿的 没有测到有鸡穿的线 大电视机 大电视机 掉电是掉了 但是掉的特别慢 现在还有200多分 先给它放个电 这个电视机上次修了 大概检查一下 然后要去搞别的试区 今天我们再来把它搞一下 再录大概测试一下 测不出来什么问题 我们准把这个主板给它翻过来 像这种一体化的主板 如果单修电源的话 可能比那种纯电源板 还要麻烦一点 是吧 这上面灰尘挺重的 我估计也是个厨房里面使用的 这个一体化的电源板 我们已经测过了 这么舒脱的机会 还有电源部分 基本上没发生什么问题 现在呢 它就是还是这个电压 一跳一跳了 就好像不停的开启关闭一样 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下 这边这个备动 背光驱动这边 它用的这个芯片 OCP812A 这个芯片它有一点特殊 它也有个奇怪的功能 就是说 它出现故障后 它可以向外输出一个信号 把这个电源给关闭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很有可能 跟这个芯片这边保护了 是有关系的 只有这个芯片 才有这么奇怪的功能 其他的修的很多背光 都是不会影响到电源的 我们来测一下 看是不是这个芯片 惹的祸 这里有个三级管 这个小的 这里有个三级管 是这个保护输出的 把这个三级管给它拆了 看一下这个电压 还能不能恢复正常 我现在再插电啊 试一下看这个电压 能不能稳定啊 还是没有稳定嘛 我再测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 开机啊 这个开机引脚 开机引脚电压还是不稳定啊 看也还是跳了 那么开关电源的这个 这个开关控制的端啊 是有这根线 然后接着两个电阻 一边一个电阻 然后控制了 所以我考虑先把这个电阻拆一下 看看这电源输出怎么样啊 三级管 我们已经给它圆圆装上了 确定这个开关机电路7伏稳定了 说明一个问题啊 这个故障还是由这个开关机电路引起的 开关机信号输出的电压也是稳定的 但为什么它12伏 直接输出12伏之后呢 它就不稳定了 那我们先把电啊 说明可能是输出12伏之后啊 这个芯片 电就是 搞不好还是背光的问题 很有可能还是背光这一块的问题 因为现在待机状态嘛 这个背光没有工作 开机之后这个背光它就工作了 或者说输出12伏之后 有12伏哪边负载又短路 或者说开关机电源 它这个电流啊 就是达不到这个正常工作时的要求 它保护了 所以这个问题还得再查 那我们这个两个电阻 我们先给它送送回去吧 我们用这个线啊 把这个灯条给它延长一下 接到这上面 再来测试一把 还是挑片 看到没有 还是挑片 那说明还是有问题 很可能就是背光这块啊 背光它有一个保护的功能 看一下保护功能是第一角 这是一个高压检测保护 电源是灵活啊 这高压检测好像有了问题了 看一下高压检测 这个它这一角它有个过孔 它检测电动在过孔的那边吧 它检测电动在过孔的那边吧 另外一头刚还在这三个小零件方便啊 三小零件 这里有个电容 两个电阻 它通过一个3.3兆的电阻 然后分压到这个150K电阻 接地 然后这里有个日波的小电容 然后再通到那个一角高压检测 现在这个到接地这个分压电阻 这里电源40 要么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电阻坏了 3.3兆电阻坏了 第二 电容短路 第三 芯片银角短路 电容两个端只有40欧 看到没有 那要么是电容短路 要么是银角短路 这样拆下来 粘了一下 好 还是40欧 那说明这个 银角应该是短路了 可能是这个芯片的银角堆地短路了 好了 电容装回去 先把这个芯片给它拆了 开了 好 刚好我上次买了几个八样二二 好了 OK 看到没有 是吧 这不是40欧了 这是144K 好 看到没有 朋友们 12V 正常 我们看到 这边主机上面 这个LED灯也亮了 那么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 正常电压 高压保护3.3V OK了 我们刚才就是只用主板试剂 AV的灯亮了 就是主板已经正常工作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芯这些都插上 开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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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原来开不了自己的 AV1状态 可以了 那么就关机 直接装壳子了 好了 朋友们 你这个电视机搞好咯 所以说这个修电视机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时候 它有一些问题 可能跟它这个设计故障 跟这个设计有关系很大 你像这种电源 看起来像电源的问题 这个电源一会儿电压不稳 你要是逮这个电源电路死 就给它修的话 那可能修到你吐血 你怎么的也想不到 它是背光的问题是吧 现在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说你学完了之后 就可以用到底 你要与时至今不停的 学那些电芯片 新的芯片它的功能 那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 喜欢朋友点个观众 的话好一点 拜拜